今天我们生涯影视社团 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河北省花剧院 国家艺术演员张艺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演员这个角色 好 谢谢吧 很高兴见大家见面 什么是演员 演员的具体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其实要说到演员这个词上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 相对现在和过去历史上 演员实际我个人 它是一种戏剧形象的 一种人物的一种载体 有个龙组的说 也有说广义的 就是说这个 一门钢琴的演奏家 还是演员的 舞蹈演员也是 就是戏剧的演员也是演员的 甚至一些歌唱家 戏曲唱戏的戏曲都是成员的 那么经过改革开放以后 可能演员在这个个人名领的地位上 比过去的脚签要有很多提高 所以对演员这个概念的词汇 可能比过去可能更显默一些 这是我个人的 那演员的剧体工作要有哪些呢 还有这就是 太广泛了 因为行业不一样 不同的演员 具体不同的工作 比如说一个戏剧表演的艺术家 我们说比如说 京剧的国粹 国粹的京剧 他要作为一个演员 首先他有先进条件 要有这个 一个自己的声音 好嗓子 十月十七四呢 还要训练自己的身段 使之能完成这个戏剧过程中的人物 需要完成的任务 这是戏剧方面 那么作为歌唱家 就很简单了 歌唱家就说 首先要一个天生活动 加上互天的训练 这两者确立不可 同时还有学乐语方面的知识 对音乐的感受 另外就是说 我从事的观点是表演艺术 从表演艺术角度上 学戏剧 我们讲这个话剧演员 实际 外面都说这是话剧演员 实际在整个行业中 它叫戏剧 不是叫话剧 你看有中央戏剧学 没有中央话剧 这有一个院团 中国实验幻灭 中国幻灭 但是学院来讲 中央戏剧学 戏剧 我们常说的那个 常说的这个 就是京剧啊 帮子 平剧 它都属于戏剧了 戏剧了 那么请您叙述一下 您的最经典的一个工作日 从早上到晚上 您是如何度过的呢 哎呦 其实演员一天的生活 跟我平常人一样 只是他在从事自己的行业中呢 去 有意识 去绑自己的生活 因为作为一个演员 每天早起呢 他要进行练声音 练习自己的声音 练习甚至练习自己的体 形体 台词 作为这个戏剧表演 这个行业 也是有四个课课 一个就是声音 台词 还有形体 表演 这四个课课呢 都是演员 当年在学校 当时学校组织这样的 长期的练习 有台词课 有形体课 同时也有这个声乐课课 还有这个 小品的练习 我们常说小品练习 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知道 为什么叫小品练习 就是我们把生活中 一个小小的一个骗子 作为进行表演 但是小品呢 在练习过程中 有这个 无事物的效果 那是从基础练习 就是没有 没有东西 就是喝水吧 我要拿着个杯子 打个盖 慢慢挖水 可以去消灭就好 但是你要有这个 机会和感受力 这就是我们在 演员训练习的 内部素质训练 什么叫内部素质训练 就是说 一个演员 一个戏剧演员 要有这个 想象力和感受力 所谓想象力 感受力就是包括 注意力集中 这个要松弛 要有节奏感 同时要有感受力 那您觉得这个职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呢 演员的职业呢 实际于 很多 这个外界人士都是 因为演员特别风光 可能你们也怎么看 很愉快 高高兴兴的 其实不然 一个演员 要是作为一个好演员 他不是一个 因为自己喜欢 不是他 演员最大的素质要求 就是 越真诚 越真诚 越 热情 这是演员要求的 基本素质 因为任何一个角色 在你把握过程中 你去扮演这个角色 你就要 去热心的 全身心的 投入 你不但要去 模仿 这个人物 还要追随 去研究这个人物 内在的 因为 我一个演员 应该 我们的例子 是一个棒心理学家 因为从事表演 的过程中呢 也在慢慢的去 领会每一个角色 的人生过程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思想 都有自己的形象 思维 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行为 都是 一个人的思想 演员的心资 待遇 经济收入是怎样 这个 有时候 作为一个演员 我觉得 不是把金钱 放得很重 很重的位置 说话 因为你喜欢 这个职业 全身心的投入 去表演 一个角色 你在内心世界 得到 极大的能力 但是 因为你的努力 你的成功 塑造的 人物性 得到了社会 得到了 观众的认可 所以自然 得来的经济回报 也会很大的 那你觉得 您就演员 这个世界的前景 其实我觉得 我们每个人 一生都好 都在扮演 不同的角色 当我自己来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上学的时候 我在扮演 学生 当我 从家里 我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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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那么我在 当老师的时候 我扮演 就是老师 其实 整个人生过程中 要扮演 丈夫 要扮演 老师 要扮演 学生 要扮演 不同的角色 你从事的军人 要扮演军人 说起来 你 你就是个军人 当兵的 但是 你在演 一生这戏 有一句话说的话 就是小小舞台 大听 每个人 都是在一生中 不断地去 换角色 但是一生 回头走过来以后 你演得好与不合 与你自己 一生的努力 分不开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人呢 首先要树立一个 大的志向 一个人没有刺激 是想要求 我觉得 他的一生 就会 淡淡地过去 每个人都是 回首广式的时候 没有自己的努力 没有外星 这是很愉快的 心理也就介绍 那演员的 发展通道是怎样 这个很宽大 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的同学 很优秀的同学 现在是咱们 河北清荒岛的 法院院 他原来是我同意 就是孙一文的 名字我就不提了 法院的会员 很出色 他之所以进了法院 是因为在一次 从这里毕业以后 回到清荒岛 在一次宣传工作中 他的演讲 感召了很多人 无论是台下还是领导 对他的演讲 和方方面的才能 给肯定 中国的他进入这个法制系统 而且这位人在工作上 很严谨 很认真 演讲的口才 所以他的一生 不断地被选择 非常不错的一个玩意 非常不错的一个玩意 这个与演员相关的工作 这行业 你比如说 我们 我们现在拍的影视剧 那边的社区 以及 因为整个艺术是一个 整个大的整体 再说深一点 一个国家的影视行业 发达不发达 与他国家的国民经济 和这个 整个 应该讲的 工业发展 是说不开的 我们常说好莱坞的电影 以他工业的载体 说不开 他能够 拍一部戏 在不同的 我们达不到的 过去我们拍一部戏 可能就架个机子 现在我们可以在微镜上拍 以后我们可以在微镜上拍 这都是工业 对我们先进 这些先进 支持了这个 整个艺术的 生产 那您当初 是如何进入这个行业 并成长于现在的 国家意见 演员的呢 哎呀 这说起来 首先呢 小的时候呢 这就说了过去了 喜欢 喜欢唱歌 喜欢表现艺术 其实一个人呢 我当初的感觉 都有一种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 表现艺术 你看那很小的小孩 小朋友 你说给叔叔唱个歌啊 他特别高兴 这就是天生的 自我 愿意表现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演员呢 一个好的演员 首先要有 要有些孩子气 你在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有天真的东西 越真诚越好 越热情越好 所以说 这种孩子气 如果你带着很多 不能从这个 那种 束缚的观念中 走出来不行 必须 以天真的心态 你首先演员不要怕 害羞 不要怕丑 必须有一种 天真的心态 来促使这个好 用真诚的心 全身心的投入 不断地去训练 作为你演员 您的梦想 愿意的使命是什么 当然了 演员嘛 最大的一个协议员是 愿意多演戏 能在舞台上 能在影视剧上 去把自己创造的角色 贡献给广告群众 那是最新的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自己吸引个人 愉快 所以做一个演员 很纯洁 那您觉得 如果想要成立一个演员 我们应该找到哪些 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呢 首先 要喜欢 这是第一 一个人对你 厨师的事业 如果不喜欢 那你就做不好 要有一种 愿望 为你自己的愿望 去努力 这样可能 对你发展 有好处的 所以说 你首先要喜欢 你从事的这个事情 第二 不要 不光要喜欢 而且要 用耐心 要坚持不断的训练自己 不能谈谈就过去了 因为演员这个工作 每接到一个角色的时候 就是一个重新工作的开始 今天你可能演一个老人 明天你可能演一个儿女 后天你可能演一个地下长 再过两天可能演一个汉奸 都可能 分别的角色 但是没有 小角色 只有大一 每一个角色 我记得 这个 北京人艺 有一个 老艺术家叫 黄 黄宗英的 哥哥 黄宗墨 他是中国 这个 所有的 小角色 交参者 他一生中演了 四十几个角色 每一个角色 都是小角色 什么 警察呀 什么狗鬼子 什么太监 你们在大寨门里的太监就是他 最近在热博的大概女儿 每一个角色他都认识对他 就跟你讲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他接到这个 这个 这个 他叫 插宝里的一个角色 本来没有他的角色 他就当时的郊居 作为北京人艺的 找也 可以将军一下 只要给我一个角色 就是我最大的心 我最后 派来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 警察 而且没有一句台词 但是他 他写下了这个警察的 就是人生的经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心 你之所以成为一个 打鼻子 成为一个运动员 是怎么成为运动员呢 那是你在几岁的时候 你的父亲带你去走过了哪里 你看到的体育活动 你的浓发的这种 感觉和兴趣 所以这又是一个 人生的一个 一个节点 你又进入了体校 完在体校碰到了一个好的教练 这个好的教练 发现了你的特质以后 独立地训练 而且下来你自己 又新的 好 去训练 所以不断地就成功了 而且又 可能又赶到一个焦点 赶上全国比赛 你拿到我的成绩 真是一个节点 接着一个节点的变化 所以每个人一生都 特别让我们同学们 一定要保护自己 道路 人生的道路 是自己来选择 那么我们现在是高科幻生 那您可以具体跟我们说一下 您应该学哪些课程 如果我们特别想做演员 这个课程 那我很高兴 作为一个演员 这个特殊行业 首先一堂 我告诉你 演员 是很受社会爱戴的一个 那我还告诉你 作为一个演员 不是很高 就是说自己 哎呀很愉快 玩玩乐乐 不是 演员的背头是很辛苦 但是演员 作为一个演员 他不怕辛苦 因为他热爱这个工作 热爱这个行业 所以我建议就是你们喜欢表演这个工作以后呢 我就建议能详方舍进入一些比较职业化的一些表演中的培训务 进行培训 只有正规的培训 才能了解 什么叫表演 当然呢 可能有些同学也听过这样的课程 什么表演 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一知半解 在一知半解上进入一个正式培训以后 能充分的了解 表演的工作 需要哪些专业的学习 需要哪些知识的掌握 在你不断的掌握 不断的你鼓舞 不断的去 去学习过程中 去展现感觉 就会成为一个人 那想从事这个职业的话 可以包含哪些专业呢 那就很多了 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国家 表演体系的院校 首先有中央戏剧学院 这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属于戏剧表演 还有这个北京电影学院 大学很多 浙江艺术学院 天津艺术学院 还有 长春艺术学院 湖南艺术学院 还有江苏 还有山东 艺术学院 就当最近 河北也有河北传媒学院 也是一个艺术 它是分两个学科 一个是影视表演方面的 一个是表演方面的 影视学院 它主要是一些后期之所 演员的后期配音是一些后期 一个是后期之作 和摄像 表演方面就是作为一个演员的 那哪些大学有相关的专业 在哪些师弟 那么这个专业是 它的专业可以分别拿起来的类 你说的你指的什么专业是吗 就咱们就表演的 没有几个大学 表演 首先我跟你说 作为一种表演的体系 在世界上有三大体系 一个就是我们早期的 这个苏联表演的体系 苏联表演体系的创始人就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他是作为 把一种体系的表演 上升到 表演的一种理论上升 同时他有 他的书叫 我一下想 他说他是给体验的 那么还有德国的 布莱西特 我们同称他为 表现的表演 这两个表演体系 都属于戏剧表演 另外就是成为大师的 这是我们中国的美兰芳大师 他的表演 在戏剧表演中 独处一致 他出国演出以后 技巧了斯坦尼斯拉夫斯 这个布莱西特 吸收别人的营养 在他的表演过程中 吸纳了很多戏剧表演元素 有体验的动作 什么叫体验呢 就是我要是 作为一个军人 我要吸引军人的生活 我要演的一个真实 我就是个军人 我就是个解放军人 我在军队的训练 军队的生活 我都要 聊如之等 对于我们在校 在校的高区生 你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就建议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 的道理都是由自己来定 当然在中国有父母的一些设想 给他们一个设想 但是很庆幸的 你们能够在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 给了你们这么大的空间 给了你们很多自由的想象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 但是我觉得离不开一点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一个人 特别是学人 早期要 还要起务实的 要有一个务实的 不能好好务力 我要做一个演员 那么你喜欢哪个戏曲啊 还是戏剧 再一点也要 一人而异 你看我的嗓子很好 我就可以在歌唱领域 听到这方面 你看我的表演很好 一个表演天赋的人 规定都长得很漂亮 重要的是 他的形象思维 是不是具备他表演的能力 形象思维 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讲过的 有没有想象力 有没有注意力集中 能不能松弛 能不能有节奏感 有没有感受力 这些东西 清晰的可能对于你们来说 很陌生 但是不要紧 只要你进了专业域训过程中 就会在各方面的预点 突破学习 在学习中 就找到这种感觉 嗯 嗯